哈喽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来到吴老师会客室 我是吴老师 这个八字传承班呢 我们前几集呢已经 录制的差不多了 那不过有的有蛮多这个好朋友们打电话 跟 这个传讯息来说吴老师你这个内容讲的很清楚了 但是呢就是讲的太快 所以呢这个 听没有问题 但是我来不及操了 更是 如果呢我把它 放在这个 床边当整编故事来听的话呢也没有对应关系 能不能再讲细一点 或者是你就把它当作是说书一样 念给我们听 这样我可以 边听边学习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不错 所以呢我这个 因应观众要求 因应听众的要求 所以我就把这个 八字传承班呢 给他 再录制一段呢 用听的 用听的部分 那这一天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这个八字传承班之 先后天八卦 十天干与流年十二长生之对应 希望呢可以用这个 用听的方式 来让我们来了解 关于这个 这个八字 跟 我们的这个十二长生的关系 当然这个任何一套算命的理论呢他都有 来源 以及呢他这个 对应的说法 那我们选择呢相信的 主要是我们希望呢 这个技术 能够有用 真实的呢用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呢有机会来 转变自己的命运 甚至是有机会呢能够 辞家立业 变成是我们立生之本的工具 好 话不多说了 我们 我们如果觉得影片速度太快 我们可以点这个 小齿轮让影片速度变慢 你觉得讲话实在是太慢了 这个没有耐心听没关系 你也可以点小齿轮 快速给他听过 这个十二长生在月铃 我们普遍在说的 这个 定义要很清楚 定义 因为在月铃才有十二个长生 在月铃才有十二长生 那以什么呢 以月铃为主 这个部分 来下一段 我们下一段讲死 这个死呢 是指 这个 腐烂的意思 死是指东西腐烂的意思 就是一个东西 它涨到 土里面 然后呢如果是动物 它一定会经过腐烂 像刚刚那个 这个情形 如果是 这个植物 就表示了 它已经没有生机了 它已经没有生机了 它也会走向腐烂 它会走向腐烂 死是比较好理解的 有死亡 钻流脚尖 不灵活 不能变通 赤流 郁闷 完蛋 一条路走到 没有余地 不景气 无生气 无活力 呆板笨拙 想不开 心胸狭窄 无退路 喜欢安静 的意思 死呢在十二生万库的心位上面 它代表的是性格跟事业 这过程呢跟 成败没有关系 不是走到死就会成败 就会失败 不是不是 赤子呢 在这个地方它告一个段落 它告一个段落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 地支的这个四地呢 我们最怕遇到死跟绝 为什么因为死跟绝这两颗心 这两个地 会影响到你天干食神之中的力量 特别是绝 特别是绝 绝 遇到冲叫绝处逢生 一个煞经本来很 那个煞经很强的 因为遇到绝 绝处逢生 遇到死 那个煞经的气 就到这个地方就停了 我们在讲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 四处八字 日主 天干 跟地支 各管八年 这个呢 我验证之后呢 蛮可能的 就是真的天干八年 地支八年 当时间一碰撞的时候马上就出现 当时间一碰撞的时候马上就出现 天干地支各管八年 好 那这个天干 看这个是什么 假设是正义 天干假设是正义 一拉一架 以甲木之人 只在 天干假设是正义 正义表示什么呢 表示根基主德 正义表示慈母 八岁的时候 母亲有难 八岁的时候母亲有灾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本来正义是一个很好的一颗心 他是一个 保护的心 当他走到八岁的时候呢 他就走到死地 他就变成无生气 无活力呆板 那母亲在那时候就会生病 那还不会怎样 除非要凶心 例如说才坏硬 或是硬被合走 这种状况才可能发生 那一般来说 八字 有死的人 八字有死的人呢 外柔内刚 待此心者 如不被行充 办事稳妥 因为他在人生已经历练过非常多了 从开始到 从开始到陆木他就看过了 他非常知道 SOP 他非常知道流程是什么 所以基本上呢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遇到行跟充 预行充 行跟充 你们前面有提到吗 行者 行者还野 就是 很缓慢的意思 如果有行 他就有16年的什么悲苦 有16年的悲苦 那充呢 充者发野 善野 就是发善 有运的发 无运的善 有运的 八字逢充者发 无运者衰 那就会呢 八字中有充 特别是日月充 有32年的漂泊 这个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日月充 最不喜欢看到的日月充 这个部分呢在 这个地方来做补充了 那女命呢 女命 有带两个病以上的 一般来说婚姻不好 特别是以害日跟庚子日 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以害跟庚子 那女命呢如果是以害跟庚子 这两天出生的女性 婚姻游戏不好 婚姻游戏不好 通常呢会依照自己的专长 会有一记之身 在身上 不需要靠男人 所以呢这个婚姻不没力 这是这种说法 在暗天干之所称 死在女 可以是甲午日生 也可以是甲午月生 甲生在五月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呢 甲午就是红怨煞 男命跟女命都一样 都是有感情困扰 那红怨煞的人呢 不管男生或女生都 非常的有性魅力 就是 男生女生都非常的 在这个两性能力上面特别好 或是特别对这个兴趣 特别对这东西感兴趣 红怨煞 那女子呢容易堕入红尘 那 男命对红怨来说比较不影响 因为就像是这个 风流人物 例如说唐伯虎点秋香 就是属于这种特质 就是甲午之人 能言善道 那男命好 女命呢 则叫做一才得所红颜失配 武功长兵级有没有 三官正才 不管他是在月令 还是在日主 他都是三官正才 时商正才 一才得所红颜失配 就是这个女生啊 不得不 不得不呢 透过这个卸秀才华来赚钱 或者这个钱呢 来自于卸秀才华 那女生呢 在过去啦 在过去这个时代呢 卸秀才华就是出卖自己的姿色 所以称为妓女 这个妓呢是 卖义不卖身 或是叫灵女 就是 这个 喝酒唱歌划拳 这种技术 那是慢慢慢慢的眼睛到现在才变成 才变成仓了 这个 仓才是 有问题的 仓才是有问题的 不然以前这种 都是很高级的 很高级的 像有一首歌叫做刺林 这个 最近 中国古风这个刺林 他就在讲这个 这个 唱歌的部分 就是唱歌的这个 戏曲国剧 那还有一个呢 叫做一击回忆录 有一个叫做一击回忆录 在 当时候这个日本 跟中国战争的这个情况跟状况 有这个 一些大导演 很 拱 拱力 拱力演的这部 一击回忆录 这个很好看 他就在讲那一个时代的这个红颜 那个时代这个红颜 非常非常的有趣 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跟大家做补充的 就是红颜煞的部分 那有兴趣呢 再把这个 四处神煞的部分呢 再补上 我们再去把这个四处红 神煞的部分给他看一看 会特别有感觉 以 死在害 可以是以害日生 也可以是害月 以目之人生在害 以目之人生在害 女命罪计 日生的害月 以害生在害 是不是害情害 一个害聪明绝顶 两个害 歇斯底里 非常恐怖喔 你看他的 地支两个害死了 那真的是死了 这个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 那如果因为他生了 有没有看到生害害 连续害到两处 这个就是有精神病 这就是有精神病 那 还有一个 还有个四 还有个四 一定要这样子同时出现喔 以目生在 以害日生在害月 出现生跟出现四 这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 四害聪跟生害害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状况 喔 这个 就是死 这个部分 做补充 那再来是丙火死在有 丙 丙日生能生在有月 丙日生能生在有月 丙辛荷有没有 丙辛荷 这个是丙辛荷 丙辛荷水菊 丙火生在有 有是西方经 这为身弱 这是身弱 水为官善 身弱不得任财官 这一组也是不好 这组也是不好 是怎样呢 最害怕天干中 透出心 最害怕天干中透出心 这个 不可以出现 不可以出现 换句话说就是 这就是真的叫做身弱不得任财官 辛的是 丙的什么 辛是丙的正财 地支有官煞 天干有财 身弱不得任财官 这个也是死 这也是死 是死亡的死 这是死亡的死 好 再来我们讲丙 丙火生在影 来这个正印 有没有比结入任财出现了 再来呢 这个丙火呢 是生在春天的第一个月 银卯城第一个月 地支有比结入任财 印为用 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甲出 丙出现甲了 丙出现甲正印为用 所以呢 大贵 这个 跟大贵是分开的 这是属于大贵 这是属于大贵格 但他天干呢 如果 如果又出现甲 就正印同根 这就是大贵中的大贵 人前显贵 人前显贵就是甲 丙火生在影 天干又透出甲 硬的极限 但是同时也表示呢 这个母亲比较强势 同时也是表示母亲的强势 家里是女性做主 家里是女性做主的这种命主 再来是物 物实在有 辛辰怪性的关系呢 也代表伤官 有成仙起后二度创业的机会 物土之人生 再来呢 己土之人死在影 己土之人死在影 影中甲丙物 来甲己合 甲己合合出什么呢 甲己合土 合出彼节 那本来甲跟己呢 他就是合官 就有好的名声地位 那再来我们看到 己土人用神 是丙 昌丙 天干又透出丙来 这也是大贵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土 非常有趣 但是怕遇到乙木了 这个七杀 有七杀不可以出现 既见 既见乙木 乙不可以出现 乙不能出现 乙木一出现就破了 乙一出现就破了 好 再来 庚金之人死在子 有没有 这里有庚子 或是子 庚子 这是死在子 我们在历史中有什么庚子权乱 那前前几年也发生这个庚子年怎样 全球感冒大流行 到现在我们还没脱离 到现在还没有脱离 所以这个 庚子在天干地之中的 类似甲子呢 我们都非常害怕 我们都非常害怕 那当遇到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要用火来克 庚的用神就是丙 又再提到了 庚的用神就是丙 丁赤之 丁比较没有用 丙才有用 抢火才能炼金 抢火炼金 这个 要记得这用神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在讲八字 很早在讲用神 但我们会在这个 八字成人版的用神篇的部分 再帮大家做更细的解释 有兴趣的部分就看那一篇 用神篇 会更准 那这用神篇它主要是来自于 梁向敦老先生编的这个用神经 那里面很多的文章跟资料 都是梁先生 梁老先生把它整理出来的 那到底 他的这个实用模式怎么样 我们还需要花时间来验证 我们在讲八字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离不开四个字 人之常情 就按照人 当时的状况 我们来帮他解疑 破获 并且呢 提供一个可以行走的道路 最主要还是拔人之苦给人的希望 这个 没有别的 所以呢我们一般比较少谈 因为听到这个十二长生 十二长生听 跟地方听起来比较好 其他的 我们都不喜欢 我们都不喜欢 所以啦我们特别会在什么 路跟绝的地方下功夫 特别会在路跟绝的地方下功夫 好 再来 心事 心事 心事重重 我们在批发字的时候看到心事日 是在四月 他可以是日也可以是月 心事重重 就是心事很重 那这一种心 心的用神是谁 心的用神是正 这个经就会变成 就会变成传家宝 就会变成传家宝 不然他只是诸语之经手术之经 拆头经 没有什么很 很固重的金属 再来 遇到伤 遇到伤 怕遇到什么 怕遇到质 任而为天上水 质是什么水 质是什么 沙子 当一个人的八字之中 他出现了这个 任看到莽 伤官 那还不是很可怕 最可怕的是 任 遇到 莽 同时又出现磁 磁就是沙子 或是泥土 当任出现 又出现磁 同时出现的时候 这个水就没有用 水就没有用 水不能喝 变成没有用的水 那个 盐巴 晒出来的盐巴 里面有沙子 盐巴也不能用 所以这是无用的水 无用的水 一生多有坎情困扰 为人也叫猜忌 心思重 这是属于 这个 任水生在牛 所以有人说 水不东流 水不东流 水怎么不东流呢 我们看那个中国的这个地理 就知道了 水是从 坤仁山脉 西北方 溜下来 划一下 欢一下这中国地图 这个 这已经不见了 台湾在这里 水呢是从这个地方呢 这个 分流下来 水从这个地方 这边称为黄河 这个称为长江 那中原呢 就在黄河跟长江夹在这个地方 夹在这个地方 过去呢 在讲了 黄河叫做大长枭 這個長江叫小便 所以黃河出來的東西非常的滋潤 大腸之中的糟薄 然後他流到這個地方 流到這個中原之地 這個中原的地方 就是脾胃之處 中央物極土 那這個長江屬於小便地帶 所以他的水非常的清澈 而且很細很多 是屬於這樣 那台灣是接這個 長江水的最後一脈 從這個中央山脈 反起來 所以台灣的人 是屬於反貝的山 台灣是反貝山 就山是相反的 就是這樣一個反攻 就像一個弓箭一樣 這樣子面向中國 面向中國 就是一種說法 然後一種說法 那這個我們在第幾篇的時候 跟大家講的更清楚 那這個 水不東流 這裡是 西北 這裡是東南 黃河之水添上來 有沒有看到 黃河之水添上來 他不會回去的 他是不會回去的 他不會從西北回到 他不會從東南回到西北 他不可能的 所以這叫做水不東流 當我們看到 潤水的人 他就屬於天上之水 黃河之水 他不會往東流的 這個黃河之水往東流 就是死 黃河之水往東流 那如果有沙 你看黃河的水 裡面有物極土 有沙 那這個水是不能喝 不能喝 他只能拿來做灌溉之用 他只能拿來做灌溉之用 所以 尼紙一說 即 身在卯月 任身在卯月 透出己的人 例如說 任 任日主的人身在吉卯 日 身在吉卯月 是天生的佐財 不能說這個人沒有用 只能說 這個人他是非常非常適合 辅佐別人的人 對他辅佐的一定會成功 是這樣子 男朋友都一樣 都有感情上的困擾 最好是 不婚 最好是不婚 這樣講好像有點過分 這樣講有點過分 我們還在想破解 想破解 那以一個不結婚的男性來說 不結婚沒有原因 不結婚一定有原因 不結婚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原因 八字之中 可能沒有什麼 沒有財官 男命 八字之中可能沒有財官 這個部分 男命不帶財 女命不帶官 男財女官 男命不帶財女命不帶官 或者是 夫妻跟我愛局 喜歡的對象 愛的愛不到不愛的身邊繞 這種 那個是洋宅中 正東 正東南 是廚房 是廁所 或是廚房 廁所代表 代表穴 他就是一個洞 你看我們 不管廁所裡面什麼東西 他一定是 水一直往下流 他就是一個洞穴 他是一個洞穴 填不滿的意思 填不滿 再多的東西都填不滿了 你 這個什麼東西都往 廁所那邊倒 不是嗎 他就是一個穴 倒進去的意思 廚房他代表是刀像 他是一把刀子 切切切切切切 不然在廚房做這種事都要切嘛 切水果切 切蔬菜切肉切魚切 除了廚房代表是刀像 如果呢 廁所在正東 他就穴 就填不滿 任何的感情進來之後就不見 消失 任何的感情進來就消失了 當然代表是風 代表什麼呢 代表順 代表入 這個風飛到穴裡面 就塞在裡面的 風飛到穴裡面就塞在裡面 更況那個穴如果沒有動 穴如果沒有動 他根本就不會進去 他在門口就跑掉 在門口就跑掉 叫回風上 他就有這個回風煞氣 那廚房代表是煞刀 這個正東本來是東宮太子住的地方 因為把刀子給他切切切切切切 切到怎樣斷子絕孫 這個 風方不可以 再來是風順路 風順路遇到刀 這個風變成風切 風變成煞氣 這個天斬煞 或者是這個直衝過來的這個煞氣 他就變成煞氣 所以在陽宅之中的正東正東 難不可以是廚房或者是廁所 這個是陽宅的部分 但如果有幸 我們有機會聽到這段 我們就把自己的房子 現在還沒結婚的 把自己的房子搬到正東跟正東南去 就有機會找到適合的對象 我們再提到還有一種叫做 這個同性戀的格局 也是不婚 剛才我們現在目前台灣是可以的 台灣是可以可以可以的 那這種是什麼格局呢 就是男女居正希 希是怎麼意思呢 希為對掛 都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 再一個星為喜悅的意思 所以住在正希的人 是非常非常快樂 像小孩子一樣 感情非常的愉悅 那小孩子怎麼可能會生小孩 小孩怎麼生小孩 所以呢 正希是不婚的 他覺得我還是小孩 我還沒有長大 我還要多晚一點正希 再來加一個金為銳 西方金嘛 西方是不是屬金 加一個金為銳 為尖銳傷害的意思 所以呢 這個男生或女生住在這個地方 特別是家裡的長男跟長女 住在這個地方 他們的性氣有損 性氣有損 就是 身體的器官受到損害 身體的器官受到損害 好 再來 還有個刀 還有刀就為克 這個克 這個克 這兩個一樣 對 同一家的刀跟這個克是一樣的 就是克 本來還好他是 屬於這種非常 這個男生或非常女生的 他就會變性 他就會變性 本來從男生變成女生 女生變成男生 這個部分呢我們可以再驗證 我們 無壤收衛科是看的這些洋宅 很多很多 家裡面出現這個 比較特殊的這個情況 當然 這個現在男女平權 什麼樣的東西都是自由的 那在老一輩來說呢 就是父母親比較不能接受這個 或者是老一輩人 也不能接受這個思想 那我們就去看看 自己的房間是不是住在這個位置 自己的房間住在這個位置 你現在目前想要變成這樣 或者是你一直 好像找不到心裡的另外一半 你就可以朝這個兩個方向去 第一個是正東跟 東南嘛 那你的生理性別跟心理性別不同 那你就改到正氣去住 得非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在這個地方祝福大家 可以找到好的婚配 可以找到好的婚配 好再來講死的最後一組 死的最後一組 鬼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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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絕頂 非常非常的聰明 鬼 鬼水生在生 月 聰明絕 非常非常的聰明 非常非常的聰明 好 再來喔 鬼身有序為西方基 他屬於身強 他屬於身強格 那這一個類型的人呢 他不適合身在冬天 身在這個害子醜 被害子醜 特別是害子 屍 他不適合身在害子 前面有提到 你看身害害有沒有 不適合一組身害害 他的屍 屍是身在這個害死 身害害就是 否則是非 容易有這個血光車禍事件 然後呢 身害又是什麼 大一碼充 大一碼害 容易發生這個車 車關重大事件 嚴重者會結之 來生子成河 生子成河水局 生強的人不喜歡筆尖跟劫財 有沒有看到 生強的人遇到水局 水又是葵的筆尖跟劫財 所以這類型的人 當 葵水的人 身在 生月 石成是害死跟子食 這樣子的類型的人 會漂泊會破產 會漂泊會破產 是這樣子說 是這樣子說 那我們也是要印證 因為這種命盤比較少見 這種命盤比較少見 他真的看到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說 是因為這樣子破產的 是因為別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別的原因 所以這個 學問是這樣子 這越研究越深 吳老師常常在跟我們講 事物無高低 這個 這個技術 這個工具 沒有高低 只有適合不適合 現在這套工具 適合這個人用 現在這個工具 適合這個人用 如此而已 沒有說 哎呀要批到說 準到怎麼樣的程度 那準當然是必要的 就是你來問問題 我們要很快的給你一個答案解答 準是必要的 但重要的是你要怎麼用 用這個技術 例如說我告訴你說 未來你10年中走財運 然後呢你八字中計程是財 難道你就不去賺錢了嗎 不可能啊 只是說在這個賺錢 這10年當中 可能有7年虧錢 3年賺錢 那我們就把握那3年賺錢的良機 7年的這個 努力充實休息 讀書 來充實自己 那在未來 在走別的大運的時候 又可以一費充天 這個就是12長生所給我們的啟示 這12長生所給我們的啟示 好的